哈囉,大家好,我是Nik 現在疫情剛前了 康保警司 有上班也不是 沒上班也不是 真的是很慘 今天來拍一下 沙龍的防疫日常 順便到街上看看 看看大家有沒有 確實的使用室 看看街上有沒有很多人在攻擊 每一次我們就會提早下班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我們的沙龍的防疫 這麼好的天氣 然後遇到這個疫情真的是 頭很痛 來看一下大家都在躲太陽 今天炎夏日躲太陽 平紅燈就是要躲太陽 好熱 像這種騎大眾的啊 唉唷,剛熄火耶,嚇我一跳 像這種騎大眾的 就是最怕就是卡在這種 旁邊都是汽車的地方 騎大眾就是有好有煩 省區待轉的時間 跟著車流走 是說今天蠻奇怪的 今天路上好像也蠻多車的 這是禮拜幾 今天禮拜四 很好 變換車到有打方向燈 哎呀呀,阿伯啊 阿伯啊 哎呀呀,三百哥啊 你怎麼只帶轉去勒 來,檢舉檢起來 你看 這台車要跨越雙黃線 真的是 兩台 三台 很討厭 這種違規的 交通違規 很煩 出車禍 算誰的 你看前面這是在滑手機 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現在這個路口 很不可愛 過了大順自由之後 過來這一個 這一個叫什麼 龍德 這個起碼要停兩分鐘啊 賣玉蘭花的阿伯 前面3312漂亮的姑娘 跟他買了一朵 20塊 到公司了 差點被炸乾 到公司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要 實名字 相機壞掉了 化妝 你要不趕快實名字嗎 蛤 蛤 蛤 我都基本上要量體溫 36.2 來過來過來我量一下 36.2怎麼會跟我一樣 36.5 那你消毒了嗎 趕快啊 測一下 測一下 測比較好啊 這個我們墊這個 這感應器包是不是壞掉了 蛤 蛤 蛤 需要梅花座阿 空空如也的店 只要兩個人 梅花座做好 你要剪頭髮 那就來剪頭髮啦 拿鐵加糖 拿鐵加糖 是不是 我要去7-1 就算防疫也要喝咖啡阿 這麼好的天氣 你看 就這個臭病毒 臭病毒阿 沒有7-1喔 就是要先掃一下 實名字 哇 重多了 人好像有點多耶 這大概只有我進這一個禮關 已經是也滿看到最多人的時候 妳今天約幾個客人 2萬 2萬 貓貓幾點 大概3點 所以我們3點就要下班了 沒有 大概 喔 不要跟我講話 一直擠是過頭 這是我們的 看到鏡頭會變智障的Abi 他調柔道有一套公式 你現在一直跟他講話 他會變智障 他會打結 你看他打結 好新喔 這什麼顏色阿 蛤 什麼顏色 藍色 藍色 專業的藍膏都是需要調好的 剪頭髮要全身配戴口罩 進行牌的 要使用進行牌的喔 沒有人 剪完頭髮身邊染個頭髮 最愛大健全 開大大 大健全 因為我所謂的大健全 所以 所以 很好 很好 頭髮有摔好嗎 摔好 很好 很好 走吧 消毒位置 客人走後就是要徹底消毒 酒精噴起來 預備 預備 GoPro不用噴啦 桌子桌子 桌子桌子 很好 妳也噴一噴 很好 清空 怎麼辦 怎麼辦啊 我們家泰衡的薪水要從哪裡來 面對這疫情妳有什麼想法 是 這疫情就是要看妳的荷包 口袋夠不夠 好 都不夠深 就是因為不夠深 才會不知道講什麼 拍片 4點50 今天確診14例 秀髮液髮中管 好妳看 又一間髮廊中單了 其實我們也蠻猶豫 路過的客人到底要不要到 幫他服務耶 那妳看 家中 早上 11點上班 5點下班 12點 1點 2點 3點 4點 大概就是上班大概4個多小時 馬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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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想過下一個月的紅髮嗎 口袋不爽 嗯 口袋不爽 這可能就是讓妳這樣子這種狀況 一兩個月可能還OK 那如果半年怎麼辦 幸好我沒有防袋 啊 這樣是好事嗎 好像也不錯啊 那如果撐不過怎麼辦 撐不過 不會啊 疫情應該很快就結束了 測試 沒有 今天高雄還有14例耶 你們出門才不戴口罩啊 在那邊打牌啊 等一下我要去突襲險 找我姑姑 看有沒有亂跑 然後老人家 山西白師都不會用那個QR Code的 不然就是手機太爛 有 對啊 很多阿姨他們都這樣子啊 手機都不買好一點 然後就會覺得便宜好用就好 但事實上大概用一年 他的手機就快掛了 那不如就買好一點了 不會用啊 你以為每個人都 這不是會不會用的問題啊 就是你要不斷的去 人生的過程 就是你要不斷的去更新嘛 人都在更新 你不更新 你到最後就是坐在門口 在那邊發財看車啊 別說是誰靈啊 蛤 就活到勞學到勞 對不對 活到勞打到勞 打牌打到勞 沒打會死 打一個連那個兩個月的小朋友 都中單 他是打牌 他是阿公 他是打牌的嗎 應該是吧 你不要亂講耶 三個月的 那個是兩個月的 你不要亂講 不知道啦 反正喔 老輝在家裡 不要亂跑 在家裡乖乖 看電視 如果大天的門口走一走 然後如果是住大樓 就去頂樓走一走 像我昨天就帶我媽去頂樓走一下 頂樓沒有人 我們家住頂樓 所以去我們家樓上 好 我要去吃飯了 五點多 下班 疫情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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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在前兩個月會發生 那如果持續到三個月之後 就是會疫情減肥 因為沒有錢可以吃飯 超有 甚至土 吸空氣 喝水 然後現在缺水 連水都沒得喝 有啦 有下雨了啦 有嗎 山區 這狀況早點回家啦 我要去突襲檢查我姑姑了 看這老胃要有沒有亂跑 下了班 不回家 真是太悶了啦 現在疫情爆發到現在大概 十來天左右 這裡有人在追焦 來幫我追一下 有追焦 待會我要下來這邊 這邊是高雄的壽山 這條路是往壽山動物園的方向 如果疫情現在沒有很嚴重的話 這個時間應該是蠻多人在這邊散步 或是運動的 壽山動物園停車場 運動人真的減少很多 大家也都是戴著口罩在運動 厲害 然後壽山動物園好像最近是在整修吧 應該沒那麼快好 紅色的花很漂亮喔 老夫老妻戴口罩運動啊 壽山賞鳥停一下 封起來了 全部都封起來了 你看看 這個視野多棒啊 俯瞰高雄港 這邊是中列寺 求婚的好地方 家庭運動 哎呦哎呦 遇到警察巡邏囉 我們到西子灣去晃晃吧 看看這邊有沒有很多人在運動 看他們口罩有沒有戴起來 這邊就是渡船頭 這邊一個小小的跨海橋 來約會好去處喔 很好大家都有戴上口罩 哇哇哇有黑妹黑妹 這不是衝浪就是事前 這就是中山大學的入口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防波堤 就是晚上年輕人最喜歡聚集的地方 哎呀呀居然塞車耶 看樣子大家都跟我一樣 下了班不想回家 都想要到山上來晃晃 哇好多猴子喔 MonkeyMonkey 看樣子還是很多人跑出來透透氣 走去大自然看看 看看這個海啊 已經兩個月沒千歲了 海角咖啡 海角咖啡 海角咖啡就是大自然的旁邊 然後這邊等一下會有一個很斜很斜很斜的斜坡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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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一個超斜的 超斜的斜坡 看到沒有 這就是電動車 電動車趴不上去 哇 好斜啊好斜啊 這邊如果馬力不足的車不要下來啊 哇群聚群聚 我看到了 一堆年輕人在群聚 這樣對嗎 哇塞 這是在幹嘛 然後還不戴口罩 看到沒 這就是海獅洞 去年很夯的地方 這邊 夕陽斜色下來的時候超漂亮的 然後 海角咖啡在那邊 然後一堆人在那邊群聚啦 我就不過去了 這等之後 疫情結束 帶來這邊探探 雖然已經很多人走過了 走吧走吧 哇 要會車耶 來看看喔 這個斜坡有多斜啊 沒事你就別下來 下來你就要牽上去 看這在幾度 哎呦30度 低層次30度 這個更斜 這個45度 哇哇哇長上坡 觀景台 很美喔 哇靠我有沒有看錯啊 這地方居然有人在游泳耶 美靠 柴山阿朗椅就在這裡 這個下去還得了 看到沒 高雄漂亮喔 然後後面這邊是柴山 瘦山才算是一面的啦 然後這邊 很舒服 看著沙灘 有人在下面耶 好像在玩沙板 好啦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喔 這樣子才能繼續清清大自然 那就要去突襲我姑姑了 看看老人家會不會用APP 很怕人家不會用APP出去很麻煩 黑辣黑辣黑起來 棋尾四排的黑辣 這塞的比我還要黑 整個都燒黑掉了 你們剛出去玩水嗎 哇這不停下來怎麼可以 黑辣掰掰 看看這個景 多美啊 港都啊 聽到港都 你們想到什麼 想到港都電台 98.3 哎呀呀我又遇到黑辣了 黑辣拍起來啊 黑辣你的那個安全帽扣沒扣好喔 小米的小米的少了之後沒辦法 直接傳去給那個1922GG 所以出去還是要用簽名的 結果還是要回來倒垃圾 哎呀呀 倒垃圾啊 都笨手喔 蛤 沒有客人啊 省電怎麼辦怎麼辦 為什麼你們是預約吃的 沒預約有預約 沒有人家有預約 多來兵很少啊 所以我怕 這種狀況就配睡覺 哪裡只能這樣子啊 啊每客人就提早下班怎麼辦 騎我都要撈撈的 我撈死了 回去就趕的 蛤 你不怕那個 怕什麼 怕什麼 我怕什麼 我怕什麼 不怕 跟鄰居打 哈哈 好了好了 下班了 真的下班了 沒事回家 大家就是好好的在家裡 窩著待著 還要到六月中 再繼續嚴重下去 真的就是店就要打烊了 整間店包起來了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守住這一波疫情啊 口罩袋 酒精 倒垃圾之後要消毒 回家吃飯 好 這一集到這邊啊 這一隻日常防疫 到處六搭六搭 OK 下集見 拜拜